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现在这个雨又来了一波大的 这雨下的更大了 它感觉比刚大多了 大家早上好啊 今天是星期五 本来的今天计划 我是想着之前就看了天气预报吧 今天是下大暴雨的 然后我想就去上高地去里面拍一些照片 顺便就测试一下这个Z6的究极防雨性能 虽然昨天也是零了两个多小时雨 但我觉得还不够 待会是9点19的巴士进上高地 因为上高地里面是不能自己开车进去 然后我们住的这个旅馆的旁边大概走个 好像就200多米就是那个巴士站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计划 怎么了 看一看外面 在下 在下吗 瞅眼 哦在下小雨 天哪现在又不怎么下了 可能Z6就是注定不会出问题吧 这个样子都还可以拍一拍感觉 我们要从这里坐巴士 我们待会应该是在大正池那边下 然后顺着这个河谷走过去 然后这边是它最终的这个巴士站面 然后再往这边再往这边 就是去登山的路线 这是我以前走过的一条路 我们到了大正池啦 这里面现在呢也在下一些雨 但是呢也不是很大 山药地里面有非常多丰富的这种植物 再加上呢现在这个因为下雨嘛 它的叶子上会有一些那种水珠露珠 拍起来应该挺好看的 然后刚好这个24200这个镜头 它在200端的时候 最近对要距离是70多厘米 还是挺近的 我记得我之前用那个F卡口的电子号的时候 它的最近对要距离好像是95毫米左右 然后这个就更近嘛 所以它可以实现更高的放大倍率 拍出来更近的那种特写 哇 现在这个景色很棒 大正池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昨天 在那个烧月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就能看到这个 就像那个玉石一样的颜色超好看 哇真的太漂亮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大正池 哇塞大家看大正池原来是烧月在大正四年 就是西里1915年的时候发生了大喷火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出来的这些土石流 然后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阿兹萨嘎吧 只是这块区域叫大正池而已 啊现在雨又下大了 对对我们来接受挑战吧 请来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扔进大正池里会怎么样 哦那可不行 那也太猛了 不过现在这个时候也好 其实下雨呢 我觉得也有它独特的美感 反正现在也没啥人嘛 这个水的颜色真的很特别 阿里巴巴太讲究了 经常要清理自己的鞋 太讲究了 爱干净 看我这鞋就成这个样子了 太好看了 好看 现在这个雨的大小刚好合适呢 太棒了 我也是久违的上了折光照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地方好像应该是能看到烧月的 天晴的时候 我还有大正14天喷火的摄影呢 哇塞 这个喷火太恐怖了吧 太猛了 这痕迹都是那岩浆留下的痕迹 啊我的天哪 可是现在看不到啊 但是那个 那几个树还挺特别的去看看 来吧 哇就烧这样的鱼 来吧 哇塞 我这个树也太特别了吧 而且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河中间 是 是啊 是啊 这个树也太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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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雨太太夸张了 还抓风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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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我们现在这样的树林中 我的妈有点恐怖啊 昨天 今天是25号 你看昨天24号 9点钟 在这附近看到了一只黑熊 我哥 哎 爸 你帮我把我的熊林打开一下 啊 这次进来目的还是想拍一下就是 雨水中这个植物的感觉上面有露出就很好看嘛 刚好它有那个 它的那个对焦距离200毫米的对焦距相对比较近 我可以拍一些特性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现在是飘到200 等一下这个水 哇 我们昨天把这个衣服烘干了之后 哇 效果真的不错哦 哇 这是啥地方 大家看这个远处 我的天哪 你看那个远处那个山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这种感觉就不像是鱼 就像是一直在空气中 本来就蹭蹭水一样那种感觉 然后再往那边捶 就鱼变成像鱼一样 现在更猛了 呜 猴子 哇 现在是200多安 哇操 大师兄 大师兄再吃两个 哇猴子 两个两个 右边还有一个 我看到那个 看到那个 大师兄在吃什么 大师兄吃了 一万熟糊 这边这个干嘛 这个大师兄 这是 这是 这六眼迷糊 哎呦 我的天哪 下雨天他们还出来觅食呢 我的天 我们稍微 靠近这么一点点 也不能离它太近 给他们私人空间 我觉得它肯定会下来的 它吃差不多之后 没有一个好的角度 他们一直被这个树叶挡着 但是呢 能看到猴子 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所以说上次 来的时候就有哭 就是在那个录影地那边 一群猴子 去把人手上的薯片给抢走了 因为刚那个风太大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 包的防雨罩的最底下 都是水 都是水 哇 哇 这个雨现在 我拍到 还有把这脑袋底 这鲜子 哇 现在这个雨又 又来了一拨大的 无所畏惧 哇 我俩现在 裤子全湿了 那裤子全湿了 我们这次的目的是 就是要来测试这种 极限环境下的嘛 对不对 哇 这个花太好看了 我们来拍一波 哇 对 前面找到一个厕所 我们去修整一下一下 现在真的除了上身 脚啊裤子啊都湿了 现在这个雨小了很多呀 哈哈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样子啊 现在镜头上是有这样的水珠 这个镜头我看了一下那个日本逛的介绍 他就说采用了尼康自己的一种 应该是一种镀膜吧 就是可以把让这个水滴啊之类的液体 的那个静止接触角度变成 变得比较大 110度左右 所以说它会成形成这样的水珠 然后呢这样的好处就是 它相对来说比较好清理 那按理说 我现在用嘴吹一口气 它这个水珠就到旁边吹开了 但是呢 因为我嘴吹气倒是热气嘛 所以会流雾气 这个等到我们最后再试一下吧 这个老天可能觉得 不想再折磨Z6了是吗 哇 它这个雨不下了 对空气很清晰 哎呀妈妈都把这个帽子取下来了 是啊 哇塞 现在进入了这个补衣服的速干时间 来 现在就是干得快 干得快 哇大家看 这边山头好漂亮 太鲜了吧 现在是135吨 还没到200吨 有这个防堵的加持 长脚手持也很稳 再来200吨 哇太稳了有没有 这都不需要拍岩石的 这个云动了太快了 现在这个天空越来越亮 太阳就在这个云后面 不知道待会会不会出来 哇 这天气变化也太快了吧 大家看 蓝天已经在后面了 天哪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如此的殊荣啊 感觉现在后面天贼蓝贼蓝 然后就把那个人带在这边 Breaks 下来 放下来 Restaurant 就是找到一个桌子 我就把我的气垂拿出来了 刚不是说它那个镜头的表面 有那个潑泼水的肚藏了 然后我现在就 拿这个气垂把这个水珠吹开 试试看 确实有这个潑泼的时候 这水珠就吸附不了在这上面 然后一吹就吹跑了 然后吸引器这边也可以吹一下 看现在Z6多么的干净 获得一台全新的Z6 水洗Z6可以的 24200也是 因为要说防水的话 其实也不仅仅是机身 还跟镜头有配合 镜头如果说它防水性能 做得不好的话 可能会从这些接缝处等等 然后渗进去 也会影响到你的机身 然后现在这个搭配就是 它没有说它防雨 但是它是防泼水的 只不过我做了一个 比较极端的测试给大家看 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 也不是说它就一定 你们都拿去在雨水中 然后淋也一定会没事 都并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刚刚在说话的过程中 它前面这个镜片的雾气已经消了很多了 就剩下最后那么一点点了 不会花之后就像没下过雨一样 好了本次Z6加上24200这支镜头的极限防低限测试就到这里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二天的情况 关于昨天淋雨之后 Z6和24200的情况 给大家说明一下 汇报一下了 首先我们现在看 这个镜头里面 非常干净 水汽应该是基本上都消完了 经过这么放了一晚上 我昨天是这么给它放到200端的时候 就是这样一个伸出来的状态 来那个干燥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干燥 就是放在那边 现在它这个镜片里面还是非常通透的 雾气全部都消掉了 然后Z6的话 昨天呢出来之后 这个监屏里面尤其一点点有小雾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 麦克风的左声道好像现在是受不到声音了 现在是只有右声道能受到声音 但是如果说它拍照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 昨天我打开之后发现电池舱有一些水汽吧 也不是很多 然后昨天把电池啊 这个XQD卡啊 全部都打开 这个槽打开 然后拿出来放了一晚上 其实昨天用的也没有问题 然后今天呢 也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按理说应该 不会再有什么别的问题了吧 下面进行本次的技术总结 那么Z6和24200支持镜头呢 经过这两天共计五个小时左右的大暴雨之后 相机的左麦克风出现了问题 其他一切正常 下一个小时的技术总结束 我都能够对它们看看